我们回来继续讲inter-molecular force inter-molecular force 之前也解释过是分子间引力 其实我们之前只是讲了一些材料 有些是Polar 有些是Lon-Polar的材料 去到这个阶段 我们要想一想 我们平时小学已经学了 凡亲物质都有三种物理状态 Solid, Liquid, Gas 当然大家都知道 气体可以将它凝结 做Condensation凝结 变成液体 液体也可以将它做Fishing 即凝固变成固体 当然你可以降低温度 做到这两个步骤 但问题是 降低温度 为什么会做到这样呢 其实我们应该用另一种角度来看 就是说 你当是这样的粒子 粒子原本我好地地 在大家离开很远的 大家都知道气体离开很远 但液体就不是的 液体是很接近的 大家的距离 虽然可以变形 但起码近了很多 到固体的时候 有一个很有规律的排列 距离近 再比较液体 多一点点 不是差很远 但 怎样可以将它由软 拉近到好像这些液体固体 正常的想法就是 一定要有力 将它拉在一起 没有力的时候 你问牛敦 牛敦也不肯过你 你没有力 怎样东西向着一起 黏在一起 所以他们的想法就是 你看这段字 In the process of condensation and freezing attractive force must be present 一定要有些吸引力 between molecules to aggregate to liquid aggregate 即是凝聚在一起 就是这样的意思 我把它写在这里 好了 这个很合理的逻辑推断 现在的问题就是 究竟这些力是什么力呢 attractive force 我们就用回我们之前讲过的 Polar non-polar molecule 首先 第一件事 我们选回HCL 我当这个是HCL HCL 大家还记得HCL 是Polar molecule Polar molecule Delta 正 H那边是Delta 正 C由Delta 虎 当这里有些气体 或者是液体或者固体 也无所谓 这里是Delta 正Delta 虎 隔壁有些 molecule Molecule 当它是液体 这边是Delta 虎 这边是Delta 正 另一个 molecule 也是有Delta 正 Delta 虎 如此类推 这些 molecule Dipole Dipole moment Polar coven bond Dipole 永久性 因为HCL H 永远被人抢走 一部分的叶子 拉近一些去C由 Dipole Dipole Delta 正 Delta 虎 就是两极 就是永久性 如果这个是永久性 如果这个是永久性 在附近 Dipole Dipole Permanent Dipole Attraction 但问题很烦 你读多一次 Permanent Dipole Permanent Dipole 就不太方便 所以不如简单 叫Dipole Dipole Attraction 好吗 大家举手赚成 以后都叫Dipole Dipole 即是说 凡是Polar Molecule 它们之间的 Attraction 在Molecule之间 全部都是Dipole Dipole Attraction 好吗 那就很容易 Polar Molecule 有Dipole Dipole Attraction 好了 你可能会立刻想到 Polar Molecule 就是 Lon Polar Molecule 又如何呢 Lon Polar Molecule 最简单 就是 有个CL2 最先讲 Lon Polar Molecule CL2 是Lon Polar 这些Permanent Dipole 不存在 因为 这些 大家与力吵力 是一样的 但是 这个情况 就不是 我们这样想 它仍然有 Intern Molecule 的 问题 Intern Molecule 的起源是如何呢 我们可以 看这里 这幅图 看这幅图 这样 这幅图 是一个CL2 这幅图 大家要留意 就是 它上高有电子 的 无论是 邦丁二 或者 浪邦丁二 或者 外面的 Lon Peri 或者 内层 电子 它不是静子 它是会 动动的 总之 你动动的时候 总之 有些时间 很短时间 会 側向某一边 譬如 摩尔桥 你看到 特意写着 Delta 就是因为 每一粒 都懂得动 动到 如果在某一个 很短时间里面 它側在这里 多些 这里是不是很短时间里面 是Delta 这边 自然少了 Delta 但是 这个不是永久性 下一转 动回来 这边 这边 就是Delta 自然这边 就是Delta 但是 整体平均 也是 Lon Peri 好像这里 但是 在很短时间 既然是这样 这里有个 名称 在很短时间里面 Delta 我们叫做 Instantinus Instantinus 就是很短时间 我们叫瞬间 就是瞬间的大圆 好了 既然知道 有这样的情况 会出现 在某一个 例如千分之一秒 是这样 在这里 它旁边有些 Molecule 旁边的Molecule 这些耳赛都是在动 你想想 如果你发现 旁边这些有少少负 在我千分之一秒 里面有少少少负 整个Molecule的电子 会如何 是否感应到 这边负 这些耳赛是否避开 因为相同充断的时候 会互相排斥 那便会多过来这边 这里是Delta-Fu 这边有Delta-Fu 自然这边有Delta-Fu 在这么短时间里面 又出现了一个Diple 这个Diple 叫Induced Diple Induced Diple 这个字是解释感应 感应到旁边有些变化 去作出反应 无论如何都好 在很短时间 外面出现了Delta-Fu Delta-Fu 正 这里是否大家互相有吸引力 应该正 互相吸引 这种吸引力 我们叫Induced Diple Instantinist Diple Induced Diple Attraction 就是这样 当然 这些瞬间会变化 我看下底会变成如何 下一转就是 Delta-Fu 和Delta-Fu 那边 第二次倒转了 二一场走过来 这边多了 这边自然Delta-Fu 接着隔壁那边 又要作出一些反应 因为人家已经变成 这边是正 不再是负 这边是正 这边又吸回来 这边是Delta-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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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始终是一正一负 这边是否一样有吸引力 这个吸引力 也是Incentinist Diple Induced Diple 这些情况是周而复似的 转来转去 不停地转 多几个Molecule 都是一样的 互相感应 只是问题是哪边正 哪边负 这些情况 在所有Molecule都有 刚才之前 我们之前是否说过 Diple Dipole 在Polar Molecule Polar Molecule 一样有刚才所说的 就是Incentinist Dipole Induced Dipole Attraction 不过 这个因素 相对 Dipole Dipole Attraction 永久性 是低一点的 所以我们通常来说 Polar Molecule 两样都有 但我们说个重要 Dipole Dipole Attraction 这个就算了 不会提到 刚才的 Incentinist Dipole Induced Dipole Attraction 但不是说没有 只不过是 没有那么重要 说个重要就算了 好了 既然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但其实也有个问题 这个名字很难读 Incentinist Dipole Induced Dipole Attraction 所以大家不如叫它做Vender Wild Force 返得华力 就是以前我们经常说的 这个就好很多了 所以 这里 凡新浪Polar Molecule 就是靠一些耳朵的随意 随意动 产生出来 那些就是Vender Wild Force 而耳朵越多就越厉害 这个Polar Molecule Dipole Dipole Addraction之外 还有Vender Wild Force 这个当然是Less Important 大家的概念上 就没那么厉害 不重要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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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重要 所以我们看东西的时候 不是说没有了Vender Wild Force 只是说个重要的 OK 了解了Molecule Polar Lon Polar Inter Molecule Force 之后 当然知道为什么可以凝结 为什么可以凝固 好 接着就开始看一下 一些例子 好吗 我们都看看 先 我们以前学 Structure的时候 我们学了 Covalent Bond Ionic Bond Metallic Bond 这样 我们都要和它 String 比较一下Vender Wild Force Vender Wild Force 就很弱的 你看一下 Covalent Bond Ionic Bond Metallic Bond 大卡的Range 就是200-400KJ 即要拆烂一摩尔 这些 bonding 若摩尔要200-400KJ 的能量 Vender Wild Force 是很弱的 为什么有人说 Vender Wild Force 就是因为 这里真的很弱 大概2-4KJ 至于刚才说 Dipole-Dipole Attraction 是如何 Dipole-Dipole Attraction 是否能 这些人 强调整个Vender Wild Force 看不见 这里看到了 它有个 Hydrogen bond 轻件后面会说 现在暂时知道它是其中一种 Inter-Molecular Force 但有条件才可以做到 Dipole-Dipole Addraction 理论上是强强过一个Venda-Wild Force 多少是没关系 总之是在Hydrogen bond和Venda-Wild Force之间的吸引力 Hydrogen bond是20-40kJ per m 这个大概是10倍 相差10倍 当然有些偏差 有时候Venda-Wild Force 都会强过Dipole-Dipole Addraction 看看你的Molecular是否大不大 因为刚才提过 Venda-Wild Force 是和Electron的运动有关 越多Electron 或者有时候Molecular 越大 Venda-Wild Force 有时候是再大一些 可能和Dipole-Dipole Addraction 另一个Molecular 比较 可能会更厉害 有少少这样的情况会出现 好了 我们知道它是弱 这个是弱 我可以顺便说 它有一个很特意的情况 是这样的 例如我说 Venda-Wild Force 它的强度是弱 而且 当Molecular 离开远一点的时候 它的Molecular 跌得很急 即是突然之间拉远 它就会弱了很多 这是它的特性 尽管知道多样东西 考试不会考到这些 好了 我们看看有什么因素 影响到Venda-Wild Force Venda-Wild Force 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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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提过 因为你知道原理 就是和Electron的运动有关 如果Molecular上高 我们计算是所有Electron Electron的数目越多的时候 或者有些人说Molecular Mass 越大 因为Molecular Mass 大跌 真的Electron是会更多的 但问题是直接一点 就说Electron 这里有一句说话很重要 以前也说过 1A的本书 2A的本书 我不记得了 就是说Electron的数目增加 Venda-Wild Force 即是说Electron的数目增加 Venda-Wild Force 或者Molecular Mass 增加 Venda-Wild Force 这个很重要 很多同学都不记得了 回答问题的时候 就会掌握不到 这样 我们来看看 例子 我们来看看 Group 7 Helogen Helogen F2 Cl2 Br2 I2 AT2 这些是 Group 7 全部都是Molecular Diatomic Molecular 如果你计Electron 当然可以慢慢数一下 Molecular Mass 可以直接用Electomic Mass 乘2 就可以计算 你看到 是否真的Electron增加 或者Electron的数目增加 Electron的绝对温度 85 239 332 458 是否一直在增加 为何在增加 因为Electron的数目增加 Electron的数目增加 他说 其实 多了一层Electron 每一个 每两层一格的时候 Electron的程度 增加了 Electron 在最外面那层 离开Nukia Nukias 远些 远些 Nukias Lucaid has weaker control over the Ultra Electrons 你控制住它,不要让它走那么远,就会困难了 它便可以随意移动得更加厉害 Wanderwals-4的原理就是 它任意乱动来移动去 如果它移动得越容易越厉害 DELTA 正 DELTA 负 整体来说,Wanderwals-4就会大了 就是这样的原因 这里我们也看看 第二,Chon-Kal,当我整堆电脚像环一样处理 Tends to have a greater momentary fluctuation momentary,即是我刚才的instantaneously 是一样意思,即是瞬间 瞬间 fluctuation,即是波动 波动即是什么波动 即是这里原本DELTA,正DELTA负 突然间转回DELTA负、DELTA负 转来转去,就是这些波动 那会怎样呢? Resulting in greater instantaneous dipole 即是一个大一点的DELTA负 特意写两个DELTA负 就代表较多了负、多了正的意思 这个Molecule就会感应 即是令旁边的感应到 变化就会更多一点 DELTA、DELTA负、DELTA、DELTA负 所以Wanderwals-4就会增加了 这里就做个解释 外面考试就不会考虑这个解释 我不敢百分之百保证 但是呢 这么多年来我未见过 几十年来 即是在回考或DELTA负 这十年八年里面 但这句说话就一定考了 Lumbo of e Lumbo of e 或者用MoleculeMask都可以 这里我们看完之后 这是第一个因素 这里是第一个因素 还有第二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是什么呢? 这个是特别一点的 我们找一些很特殊的例子来讲 我们下一条影片才讲 因为都很长 我看了 好